不太敢相信自己二十年之後還站在這裡 然後還可以有人願意聽我唱歌 聽我說故事 被我感動 然後也為自己的人生做改變 其實我現在才知道 做表演者做歌手的 真正的熱情跟樂趣是什麼 左邊 恭喜 你有兩個開心的 moment 歌曲還有年度專輯 分享一下這是妳第四座金曲 第五座 我忘了 恭喜今年加兩座 對 我剛好地震摔落了一個 然後找回兩個 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在底下 就是會敲筒的表演完 通常我表演完就很鬆勢 反而表演完更緊張 然後 這樣 本來期待的心到最後 鬆一口氣 然後就大喊了一聲髒話 對 然後 我的胃就好了 對 我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我覺得這個 金曲小實在 是 又暗又恨 對 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入圍的 都對自己專輯 非常用心 而且很有信心 然後卻這麼殘忍的 要這樣子被 評分處 然後 但是又覺得這個遊戲 挺好玩的 就是也不知道是 誰最終會受到 青賴這樣 所以就是一種 上上下下 的心情 在妳的獨自感感中 有辣掉任何的 任何的 感感謝了嗎 現在是新聞中心 最有機會補上了 我想我應該都有 照顧到這些 因為其實我在 金曲獎入圍的時候 我自己就舉辦了 跟幕後工作人員的聚餐 所以我在那天把所有我想講話 幾乎都 錯了 所以我 我覺得 我的這樣子的安排 我很安心 然後也覺得 非常謝謝 因為我團隊大概有好幾百人 這樣子 所以 對 沒有什麼異論 這張專輯是一張非常久的 一個專輯 得獎 對眼獎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 階段性的 應該說差距吧 就是每一段 40年 20年 對我來說 都有點不太 不太敢相信自己 20年之後還站在這裡 然後 還可以 有人願意聽我唱歌 聽我說故事 被我 被我 感動 然後 也為自己的人生做改變 其實我 我現在才知道 做 表演者 做歌手的 真正的 熱情 樂趣是什麼 所以 這張專輯 給我很大的 應該是說 轉內一點 好 謝謝你 永遠保持跟音樂初衷 我們去做很多的歌 謝謝你 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得到兩個金曲獎以後 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犒賞自己的呢 犒賞自己啊 沒有 大概就睡個好覺吧 跟日常一樣 謝謝 恭喜 恭喜 小禮,小禮,小禮 小禮,小禮